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拉高湖南台晚会收视率 被于东河导演夸 粉丝大喊无名 2023年湖南台联欢晚会 何炯穿上红色礼服 但看起来还是有点憔悴的 而良田造型一般 这次不如沈梦辰 现在的主持阵容基本都是比较重规重矩的 比较走大气的晚会路线 不像谢纳在的时候那么热闹 而一般有人需要一下子拉高晚会的收视率 所以这次湖南台把王一博的节目安排得比较靠前 因为要宣传电影无名 王一博拉高湖南台晚会收视率 一下子不只是谈目增多 收视率和观众发谈目的速度都变快了 王一博现在的台风和气场都很稳定 而且很走感情 演唱到动情处 手指都在躲动 湖南台联欢晚会为了王一博 也是刻意设计了舞台造型 王一博360度在舞台上展现 不过感觉王一博也有点憔悴 仿佛睡眠不足的样子 尤其是脸还有点肿 眼睛也有点肿 湖南台也特别给王一博面子 专门在台下设置了一张桌子 安排于东和导演成尔在台下接受采访 王一博下台后先是跟汪涵拥抱 属于特别懂礼貌重情重义的男孩子了 面对于东和导演 王一博则是有点腼腆 王一博被于东和导演夸 因为这是王一博首次参演院线电影 而且定档大年初一 算是很重要的角色和定档了 导演成尔夸赞王一博很有礼貌 而且还在后台教导演说湖南话拜年 同时导演夸赞王一博在 无名里面的演出近乎完美 希望大家都进电影院支持王一博 不过导演说得太圆满 不知道网友们看完后是否买账呢 王一博则是比较谦虚的 粉丝大喊无名 王一博的粉丝基数很大 又是大年初一 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都已经放假了 可以去电影院支持王一博贡献票房 这部电影不只是有王一博 还有梁朝伟周迅等等 王一博的压力也很多啊 但现场粉丝们比较给力 都在卖力大喊 作为一场直播 湖南台算是给王一博非常大排面了 专门宣传无名 汪涵野鞠躬感谢导演 希望导演多给王一博机会 希望王一博不要让大家失望 所以夸得太多也不见得是好事啊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